Recording in progress 怎么纠正机器时呼气方法的错误 第一,如果发现吸气的方法有错误 就必须先纠正吸气的方法 吸气的方法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然后才可进行纠正机器时呼气方法的错误 第二小点,吸气时呼气发得太早、太晚或太强、太弱 不能配合发音情形的需要 除因发音各器官局部机能有缺陷外 大多是由于中枢神经联系不紧密所致 要纠正这个缺点需从培养正常的神经联系入手 具有经验的教师说 最有效的纠正方法是要学生在念唱时 每于发音之前先做好思想准备 把所有要发的音的音高、音量以及发这个音时 母音在音色上应有的变化都想准了 再想好需要用多强的呼气来发这个音 一切准备停当才可开口发音 一开始发音就不必犹豫 一开始发音就不必犹豫 要毫不迟疑地按照所想的把音发出去 开始进行训练时 要避免用带哼的音或其他有吹气动作的子音练习 因为发这种音必须先吹气 因此容易造成漏气的现象 最好用 啊 音作为练习 机器低音时一般只需思想做好准备 呼气的动作就容易做得正确 机器高音就不那么简单 因为发高音需要比较强的呼气 呼气越强就越难呼得平稳 如果单靠响而不在动作上做好准备 就很难做到正确 凯撒瑞说 训练学生机器高音 不但要他们把音高、音量、母音的音色 及声音冲击的焦点 也就是你想象中的一个焦点 并不是声音实在冲击的地方 欲先想好 还要教他们在机器之前 一方面把腹部缩近 一方面不断地幻想 这样做是在把气的力量运上头部 当幻想到这呼气的力量 已经运到了预先所想的声音的焦点 才可以开口发音 开始训练时 因为需要用很强的意志控制 动作比较迟钝 练习到成为下意识的动作之后 就会很自然地把这种运气的动作做得很快 到了这个地步 就能够不假思索地把每个机器音唱好 它这里也有凯瑟瑞的 机器高音的一些正确方法的图片 实验证明 应用这种方法 纠正机器的种种缺点 是相当有效的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学习 一个练习 第三点 对那些习惯用意识控制呼气 至烟部缩小 发出响亮的声音的人 记忆一般称为患呼吸自觉病者 英文叫breast consciousness 就也要应用正确吸气的方法训练来纠正 要训练他们不用思索 而能把吸气做到正确 然后教他们用像叹气那样的气息来练习发音 在训练的开始 最好用其英语中最低的那几个音作为练习 而尽量用大声唱 练习中要他们只注意 放框喉咙发音 而尽可能避免想到呼吸的动作 经常这样练习 可把缺点逐渐纠正 教学实验证明 应用这种方法相当有效 即使是存在多年的缺点 亦能在短时期内能得到纠正 第四点 有的人激起时呼吸的动作与声带合并发音的动作 在时间上没有差别 但在力量上不能配合 只发音有漏气现象 所以会患有这种毛病 多是因为不知道气息与音高的关系 由于不知道气息与音高的关系 因此不论音的高低如何 一律应用唱低音的气息来发音 这种人由于经常这样发音 养成了下意识性的习惯 而且因听惯了这种空洞的声音 对声音的美往往有不同的观念 认为这种空洞的声音很柔和 并且有叹气般的亲切表情 无疑的 许多抒情的曲子 像春眠曲之类 有时是需要用这种声音来唱的 但如果只会这样唱 而一旦遇到需要唱强壮的曲子 在唱到愤慨激昂的剧段时 声音就会感到空洞无力 甚至带沙 这在艺术上就是很大的缺陷 不但如此 上面说过呼气太强 也就发不出高音 因为在强的呼气的冲击之下发音 声带往往做整体的震动 震动起的体积太大 声音很难提高 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 劈列记忆力量也往往不济 不能促使声带紧密靠拢 来挡气发音 史丹利斯说 换这种漏气毛病的人 往往有一种错误的思想 以为声音空洞无力 是由于呼气力量不足 所以唱到高音时 往往就想加强呼气来冲 哪知道越是用气冲 声带越抵不住 越抵不住就越唱不出响亮的声音 要纠正这些缺点 主要还需先弄通 思想遇到患这种毛病的人 把一只点着的蜡烛放在他的前面 这个气泡音 第一把喉烟各部位尽量的放松 第二从高音哼到低音 要不断的扩大音量 才能在发低音的时候 产生平稳而泡泡可数的气泡音 按发音原理 此气泡音及呼气通过声门 促使声带 作以一开一病的动作 所发出的声音 故呼气通过声门时 不但需力量均匀 还需强弱适当地配合声带的需要 声带才能够这样动作 而产生这种声音 把气泡音的方法练习纯熟之后 就可以按照做下面的一个练习 它这里的气泡音是从 中央C以下的F 到中央C上面的F 就这样慢慢的从低到高的发气泡音 它是强从强到弱的一个概念 要先哼 然后气泡音就是叹气 然后轻轻地说话 气泡音叹气再说话 再叹气再说话 这个气泡音它是需要你声带非常非常松弛 才可以正确地发出来 然后有感觉很好的一个气息的管道 练习时要注意呼吸需随时配合音高的情形 因为呼气的强弱不但要配合发音情形的需要 而且要跟着音的高低随时变化 发出的音才能始终响亮 要发高音也才不会有什么困难 练习的姿势做的正确是这种气泡音听来好像发自鼻腔的后部 如果练习时喉头缩紧 致使舌骨与甲状骨上下叠合 这种气泡音听起来就好像发自喉底 这样练习也没有功效 需要纠正 那这里是林俊清 歌唱发音不正确的原因及纠正方法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